刘浩东啊,换身衣服,一会儿跟我去车站接个人 接谁啊? 我闺蜜 哦,你哪个闺蜜啊? 就是我小学同学,你没见过 以前关系可好了,但是她毕业之后一直在上海 这不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找我玩两天 哦,那你这么好的闺蜜,那咱是不是得给人家去订个酒店啥的? 酒店,我寻思就不用了吧,现在酒店那么贵 让她住家里行了 我呸 住家里啊?住家里住哪儿啊? 跟你一块儿住啊 还有你吗? 跟我住在一块儿啊? 对啊 住一个房间啊? 对啊,跟你住多好啊? 那人家能同意吗? 哎呀,我就替她做主了,肯定同意 哦,这也行啊 真的 那可以啊,是吧,反正住哪儿都一样住 跟我住也凑合吧,我也勉强能同意 那你这样 我先把这边卫生收拾一下,好吧 嗯,行 刘大梅啊 我行思了一下,还是把我的被套床上换成红色的吧 红色的,她极力啊 想换啥,换个车的咱家那么多 行,那咱现在去接她吧 再等个20分钟吧,咱家离车站那么近也不着急 还得那么长时间,咱早点去啊 她,万一走丢了怎么办,人生地不熟的 紧张什么,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可能走丢啊 啥玩意 大小伙子 你闺蜜是个男呢 对啊,要不我让你俩住一间啊 那你不早点跟我说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那你这样的话,别跟我住一个房间了 给她找个吹花旅馆 一晚上十块钱的那种住行了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真的是 别让她住家里面 那不行,我让她跟我住一间 那更不行了 好,到时间了,赶紧走吧 我 我就不去了吧 我突然之间有点肚子痛 哈哈哈哈,这么多事啊 你那什么 领着她,别往家里面啊 那个啥 嗯,不放心 哎,下楼,要不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哈哈哈哈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